MING PAO BO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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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大玩 今天我們終於在這個寶可夢大集結裡面 三了最高牌位大師啦 因此我們這邊就先來跟大家稍微講解一下 畢竟這款遊戲也出一陣子了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想要知道 目前的角色哪些是最OP 最強大的 好我這邊就稍微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目前爬到大師的一些經驗好了 好啦我是玩打野上班比較多啦 我們也都是靠這個哏鬼 我是靠這隻哏鬼 最後成功打到大師 然後這邊先來跟大家講一下 我目前覺得哪些角色比較厲害 然後目前我這裡的話是有這個 慘君得分148.9分 打了115場左右 勝率80% 終於成功打到這個大師了 好那這裡的話 我們就先來開一下這個 我們就先來打開一下這個畫面好了 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哪些角色比較OP好了 好啦 目前的話我覺得這個遊戲 目前是真的有些角色比較尷尬 尤其是青蛙惡人組 冷蛙跟妙蛙花 這兩隻都比較弱勢 好當然這裡我們就先不要提到弱勢的角色 首先給大家講一下哪些角色目前我覺得T1 好首先當然是要介紹 我最愛的角色 人稱我這個板橋鬼王 大王大鬼 好目前的版本裡面我覺得打野角色來講 如果各位是打單排來講的話 我覺得耿鬼會是一隻最好用的打野 目前的打野的話 我覺得T1有兩隻分別是耿鬼跟這個電貓 這兩隻都非常的強勢 但如果以打單排來講的話 我覺得耿鬼的技能組 你比較容易去carry 就是如果你兩隻都玩的話 跟沒有玩的話兩隻都行 但如果單排的話 我比較建議耿鬼 耿鬼我覺得稍微厲害一點點 這隻角色就是有點像roll的卡薩丁 你打得好一個打五個沒問題 而且很好比地 我們也覺得這隻角色是最強的 雖然我之前封測的時候 曾經說過它是紫色大便T4大飛霧垃圾 但目前的版本好像有更新 然後現在也比較會玩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是非常非常強勢的角色 我也是靠耿鬼打三這個大死打 好打野的話我個人覺得這個 打野T0就耿鬼跟這個 跟這隻露卡利歐 不是露卡利歐 它是電貓 好那我們這邊再來跟大家講一下其他位置 然後目前如果大家要玩射手的話 射手唯一推薦 最強射手閃炎王牌 本身有無敵的技能 輸出又猛手又長 基本上我覺得是最強的射手 跟其他射手比起來就是比較熟 缺點就是沒有吸吸 當然大家都愛用 這隻肥起來也是可以一個射五個 OP 然後下一位T1角 沒錯 一般人只有兩隻手 這個男人有四隻手 我們這個寶可夢大集結的超級8加9 對沒錯 最強的男人 肥起來後期一個打五個 痘痘痘痘痘痘痘 又坦又硬 跑得又快 本身又帶有吸吸 還有無視控制 寶可夢大集結的館斬 絕對是後期 最兇猛的角色 然後這次跟其他後期角 什麼噴火龍烈阿如沙比起來 相對來講前面也沒有到太差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想玩個鬥士的話 我覺得怪力是最佳的兇猛 好我們剛剛講完了射手 講完刺客 講完了這個鬥士了嘛 那當然接著要講的就是 我們這個遊戲最強的坦克 T1坦克 卡別 好的本身有非常多流派 流派有一個是睡覺流派 可以有這個硬吸吸控制人 另外一個是這個鬼打牆 點這個牆壁把對方狠狠的給擠開 加在這個目前的版本裡面 卡別的時候就是一隻 本身帶有超級強的吸吸 控制能力又跟鬼一樣 而且他的坦度甚至是所有角色裡面 最硬的 可坦 吸吸又猛 只要站在前面睡覺人家就會怕你 最強的坦克卡別 然後再來剛剛剩輔助了嗎 輔助的話只有一隻 其實我覺得其他輔助也不差啦 但主要是這個遊戲的版本 目前高端的輔助大多數都選擇白蓬蓬 因為有個道具叫做學習專制 那個東西可以讓你在經驗最落後的時候 可以自動提高你的經驗 所以白蓬蓬是一隻 最不吃經濟 但卻能用最低的等級發揮出最好的輔助 瘋狂補血 大絕也在那邊飛起來 隨便補 補爛補滿 就是現在最強的奶媽 基本上也只有白蓬蓬蓬一隻奶媽啦 所以目前高端場輔助基本上都是白蓬蓬獨大 其他就比較少了 然後我剛剛介紹的都是我個人覺得T1的啦 T1其實我覺得大概就剛剛的六隻 就是兩隻刺客都是坦克跟 都是坦克輔助跟射手各一嘛 然後再來的話有些T2也是非常非常不錯的 首先 不好意思我剛剛沒有講到這一隻 這隻也是T1 阿羅拉九尾 如果我們說這個閃爺王脈是最強的射手 那九尾就絕對是最強的特攻型法師 四招技能沒有任何一個廢招 不管你是要玩這個 呃 不管你是要玩這個完全控產流的 你也可以選擇點另外一招 剛剛都叫什麼玩了 看一下 你可以選這個完全控產流的 你可以選這個魔法閃耀跟暴風雪 你也可以選擇帶一個這個特攻的射手 點極光木 極光木配魔法閃耀也是非常非常強大的 而且有時候 你去點個雪崩也是可以有蓋牆跟冰鳥有點像 所以如果要選個特攻法師T1的話 九尾也是個非常強的選擇 而且這角色的優點是在前面四等的時候 他是無敵的 就是四等只要進化之後 九尾在前面是個完全的鹿霸 就是基本上獻拳都一定在九尾這邊 所以絕對是現在最強的特攻法師 也很建議大家玩 而且就是玩起來就是只需要有人保護的情況 在後面一直控制也是非常非常麻煩的 好,T1角大概就剛剛七隻 然後剩下的話就跟大家講一下 也是一件非常非常不錯的 好,首先我封車主要的角色皮繩 皮繩在以前我覺得可以T1 但是隨著大家排位越來越高的話 我覺得皮繩是簡單 我阿嬤來玩都很強 所以基本上在排位比較低的場的話 我覺得皮繩可以到T1 當然隨著大家排位越來越高 越來越打的情況下 皮繩就比較沒有辦法像閃焰王牌一樣 有這麼強的K人的能力 當然還是有優點就是 皮繩的優點就是 從頭到尾都非常非常穩定 前期很強是 但大後期比較弱一點 當然前面你有這個電碗啦 你配這個電碗跟前面這個遠距離的輸出 以及這個控制 搭配隊友還是一直非常好 在前期打出一些優勢的這個角色 然後再來的話 T2的話我這邊還有講 我們剛才沒有講到呆河馬 現在就呆咳嗽 這個王八蛋 刺客的惡夢 只要你玩什麼阿鬼 你看到這隻你都會怕 目前我覺得這隻可以算T2 這當然跟大家講一下 這隻你單排建議不要玩 這隻我覺得高端場在團隊上面是有T2 但如果你分數比較低的話 可能會有點難發揮 目前比較多的玩法是點衝浪 和那個馬爾扎拉大就可以蹬的那一招 基本上刺客進來你先衝爛衝他 衝完之後蹬他 OK 掰掰 帶走 遊戲結束 這樣他的大招是指定技 可以必定讓對方刺客進來 直接把他蹬爛 刺客的殺手 好 然後下一隻 這隻是我目前大集結裡面 最第二愛用的角色 東坡肉炎墊巨蟹 如果你要我說寶可夢裡面最自由的角色 可能就是這一隻 推薦點法 破壳加速 十字切 賺爛 你想去哪就去哪 也是一隻非常非常不錯的鬥士 很煩很如霄 然後本身也是有一些界的控制 我還蠻愛玩這隻的 然後T2再來 還有我覺得 呃 再來的話我覺得是露卡利歐吧 露卡利歐前面最強 但後期我覺得比較弱一點 前期在打野或打線上來講的話 都是非常非常強大 但一樣缺點就是 就是目前這些有些沒有進化內的角色 到大後期就會稍微比較弱一點點 阿露卡利歐也是 所以我覺得大概T2 然後T2大概這些啦 剩下就是我覺得沒有這麼強勢的啦 再來 呃我覺得T3 我覺得剩下都T3T4 剩下都T3T4了 好 那我們這邊直接講最爛的角色好了 好的 我最愛的寶可夢妙娃花 非常的遺憾 在大集結裡面 他就是個大大大大大大廢物 目前寶可夢集結裡面有個說法 哪對青蛙多哪位勝率就越低 欸青蛙兩隻分別是妙娃花以及這個人蛙 欸妙娃花現在應該是最爛的提示 呃要傷害沒傷害 要控制沒控制 要吸血也沒什麼幹用 也沒人家硬 然後大九又特別容易空 欸基本上我覺得急需要BUFF啊 拜託 騰訊 BUFF妙娃花 Please Thank you 好 提示 我們這邊先從提示開始講 呃提示我個人覺得兩隻啦 一隻是妙娃花另外一隻 超盤魔 完全不知道這個東西可以幹嘛 我是遇過一些玩得不錯的啦 遇過一些玩得不錯的 但頂多就是不錯 大多數時候他都是來亂的 就是我覺得還需要BUFF一點啦 就是這隻 如果你要玩那種 就是取代太多了 如果你要玩跟他一樣的控制啦 控制或是輔助的話 其實任何一個角色都比超盤魔還要來的厲害 但他展得很好笑 而且開大蠻自由的 所以有興趣也可以玩一下 好啦 其實我覺得大概這兩隻就真的比較弱一點 其他我大概就覺得T3啦 T3的話一個一個講好了 呃潘可丁 潘可丁其實我真的覺得前期不弱 前面只要唱歌點滿的話 前面的控制就非常強勢 但目前他的大招 他大招主要是可以幫隊友減控制啦 當然 跟白棚 就是他確認就是 你有白棚猛選的情況下 你不會選潘可丁 你一個隊伍如果你想選輔助 目前就是因為白棚猛毒大 所以潘可丁才會被我歸在T3 有點可惜 然後忍蛙 忍蛙我也覺得T3啦 忍蛙就是一樣是射手 我有閃電王牌玩 我不會想玩忍蛙 忍蛙唯一比閃電王牌強的一點 我覺得應該就是 他比較有辦法去分推啦 因為你點個隱形的話 你分推來講是相對來講比較安全的 但如果你一個傳統射手來講的話 他沒辦法跟閃電王牌比 當然這隻 其實他有點半射手半刺客的概念啦 就是你近戰他是有辦法直接位移去切人 但我覺得還是比不過其他人 就是你打不贏正常的刺客 然後你射手來講也沒有閃電王牌來強 所以我覺得定位比較尷尬的T3 然後烈雷露莎 欸可波的存在 你們知道為什麼啊 只要有這個傢伙在 你一輩子都散不了場 只要有你隔壁這個8加9在 你一輩子散不了場 我跟大家分析一下為什麼 後期怪力無敵打全部 喔你後期你也打全部 但怪力比你強 然後前期欸 他也比你好發揮 有吸吸比你猛 你前面只有個白癡薄殺 到底可以中華小 各位明白了吧 前期怪力比利好散 怪力從1等比他強到15等 所以烈雷露莎目前沒有任何的空間 當然你喜歡可以 主要是這隻角色用白癡 他10等才會進化 人家10等才會進化 人家9等他10等 怪力就是他完全加強版 就一樣要選鬥士 你不會想選這隻 然後老噴 老噴感覺真的風色比較強 老噴我現在也覺得T3 只要老噴前面真的太爛了 他前面真的太爛了 雖然大後期很強 但也是來得有點慢 也是大後期還強的角色 前面如果沒有優勢 結果為什麼怪力跟這兩個比 動是他可以叫T1 就是因為怪力前面5等就很強 前面5等就開始起飛 這幾隻都要9等以上才開始 就來不及 有點強得太慢了 所以這也是被我歸在T3 然後阿伯蘇魯 我覺得目前打野角 阿伯蘇魯挺不爛 但目前打野角我覺得太強了 其他打野角太強勢 跟鬼啦跟電貓 陸卡利歐都比他來得強勢 但其實這隻也不弱 我講真的阿伯蘇魯我覺得跟陸卡利歐差不多 打野來講大概T2到T3之間 爆發很強 但我覺得他大招比較難用一點 打招那個輕爆氣流長 我覺得有尊規中取 然後這隻已經變孤兒了 曾經T1打野現在變孤兒 OK機動性很強沒了 機動性很強沒了 這隻就是只能多打掃 只要對面人數一樣 列劍1現在就是亂 對鳥人之前我覺得很強 但現在跟其他打野比鳥人真的太爛了 而且我覺得他難用他的大招 抱歉 他大招喔 他大招不好用 他大招很難推到 而且本身就是技能組 跟其他打野比起來也是比較弱一點 感覺要提高他的傷害吧 就是傷害再提高一點 可能會比較有人用 好最後一隻 可是這隻其實我個人想把它分為兩個 兩個評斷 如果你今天是跟朋友打 你跟朋友一起玩 你們打一個這個 非常完美的這個傳統寶牌陣 古月鳥配一個什麼閃爻王牌 然後另外就是 然後你一定要有什麼坦克 你一定要有人在前面控制 然後古月鳥絕對絕對不能落單 你一定需要有frame的 只需要有正確的組合 這隻我覺得可以到T2 當然如果今天你是個孤兒 你是個孤兒 你沒有朋友 你在暴風大節裡面是自由的 你也不知道你去哪裡 OK 提示 古月鳥只要沒人保 欸就是個大廢物 然後這隻的點法只有一種 就是衝爛暴風 就是一套爆發 一套爆發打完 然後開大多多多都沒了 只要有隊友保 這個技能有中真的很痛 很猛啦 而且還有息息 但如果沒人真的是 欸來鬧的 所以這隻不適合孤兒玩啊 阿如果你跟你朋友玩 那這隻還蠻強的 所以目前我覺得 呃就大概這幾隻啦 建議大家如果真的想要三分的話 K1T2角多玩 當然 寶可夢是一款你有愛 就可以上大師的遊戲 像我在當天要上大師的時候 我那時候一直遇到某個什麼ID 什麼傻逼的 也是特別愛玩古月鳥 欸特特別愛玩這隻角色 讓我那天欸欸欸 輸了三百是吧 所以大家自己欸 注意一下好不好 好 那我們以上大概就是 目前這個 比較強勢的一些 包括我們大吉階的角色齁 好 那呃 如果那我們這支影片 就在這邊結束啦 如果這支影片大家很喜歡的話 戰術只要到這個兩千 我下一集 就來錄大家 跟大家講一些 目前這個遊戲的小觀念 以及新手入坑 需要怎麼買怎麼帶 用最少的錢最大花 欸所以麻煩各位按個讚了 好那我是大丸 我們今天就介紹這邊了 欸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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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